为了维护食品安全 从今年度开始 农民在稻米收割之后 不论是绞交工粮 或者是私人的粘米厂 都必须要留存一公斤的稻米当样品 来作为日后抽查检验的基准 有感于这西螺米在市场上 已经有不错的形象 为此西螺镇农会特别举办说明会 除了让农民朋友知道政府的这项政策 也希望大家可以一同来守护 西螺米这个无形的品牌 农粮署今年有新的政策要推行 从104年度开始 农民绞交稻米需要留存一公斤的样品 带子由工部门提供 这一公斤的稻米将作为日后抽烟的依据 无论是绞交农会或是私人粘米厂都要留存 我们虽然到来的车子 我们不能再有出以前的心态 我都够够来弄弄的 完全整趟到时候要找什么人 没人好 没人好找 去年开始 你们所有到来车子 我们要把老爷们转起来 我们本来 丁年就开始在做 但是今年是国内办理 丁年是算七班 一百公三年的时候我们就要七班 无论你公牛或是不少的 都要留一公斤 就是说你过丰 你过丰之后 你中国过丰之后 出营出一公斤 这个问题我们的提供 提供就農回来使用 就大概一公斤 那就是一公斤 因为农业我们来签名 来订队公斤就是我们的 中国 针对食安问题 稻米的用药安全政府也开始重视 农粮署官也指出 这一公斤的样品 农粮署会日后进行抽验 如果农药残留超标 将会开发一万五千元 而且下一集到做也会列为抽查对象 西多镇农会希望能和农民合作 一同来守护西多米这个品牌 因此采用说明会的方式进行 并听取农民的意见 不过农民会使用超量农药 无非是希望能增加稻米的产量 因为稻米的价格确实不尽理想 农民只好用产量来增加收入 现在政府要求农民 注意食品安全的同时 是不是也应该关心稻米的价格 是不是太过便宜 所产生的恶心循环 记者李明月与你采访报道 谢谢观看